先做一点非常简单 不太要算的问题 就只是观念 他说要使静止的东西 外力要保持静止的条件是什么 原来静止受力保持静止 叫静力平衡 刚才讲过 今天有两个条件 要怎样 合力要等于零 合力局要等于零 所以呢 要保持静止 要合力要等于零 合力局要等于零 不移动 合力要等于零 不转动 合力局要等于零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C 简单基本概念 很简单 下一题也一样 不用算 他说我原来静止受到数力作用 合力不等于零 但合力局是零 那他会怎么样 我刚才讲过 有人会问你说 合力是零 合力局不是零 或者是 合力局是零 合力不是零 会怎么样 就这样子 他问你 停车站接问 这种简单小问题找个大美女回答我好了 大美女叫做7 7 7号 你的答案 你说什么 C 请坐 你选的答案叫做C 我们前面交过了 说如果合力 合力局等于零 他就不会转动 合力等于零 就不移动 那合力不等于零 就会移动 会移动 然后因为 合力不等于零 就会有F等于MA 就加速度 就会有速度 就会有位移 所以呢 我们答案就选C 很简单 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做题目 解决要算的 算出来他的一些状况 有数字的 来 右图所示 质量60公斤的物体 放在横杆上 支柱 40公分 失忆力 这样当当当 然后不计横杆重量 那请问你 支柱对杆的向上 作用力多少 这就是刚才 我跟你讲的 有东西压在上面 就会有一个支撑力 一个正向力 注意 这个力量 不见得是向上 有的题目 它是向下 你也不要管它 向上或向下 你可以假设它向上 然后算出来变成负的 表示它怎么样 向下 你只要照规矩去列势 列势正确 它会自动瞧 所以你可以不用管说 老师我怎么知道向上下 你不用管它向上下 你就假设它 它会自动瞧好 来 老师说要解题 一谁受力 棍子受力嘛 二受哪些力 要你画出力图 我就把它的力图画出来 我施力一个F 支撑力X我不晓得 它告诉我几公分写上去 解决掉 然后再下来呢 带到我的条件里面嘛 合力要等于0 合力级要等于0嘛 那合力要等于0 要怎么意思呢 所有的向上等于所有的向下 向上力要等于向下力 好 然后呢 合力级要等于0嘛 就顺存中等于逆时中 但是算力级需要谁啊 需要支点 哪里是支点 刚跟你讲了 哪里都可以支点 图上面的支点放在O 我不要放在O 我把它放在F上面 为什么 因为我把支点放在F上面的话 F有没有力级 没有嘛 力线通过支点就没有力级嘛 我可以少一个计算 我可以审视 所以我把支点放在F上 好 第一个合力要等于0 向上力要等于向下力 谁向上 S跟F 对不对 谁向下 重量60 所以呢 S加F等于60 叫向上力等于向下力 第二个 合力级要等于0 四十钟等于逆时钟 支点在F上面 谁造成四十钟力级 X对不对 谁造成逆时钟力级 重量W 然后呢 利弊呢 图上画好了 所以我们就 利弊乘以X 利弊乘以60 OK 你这样就发现 你的第二步 就可以直接算出X 对不对 需不需要做到第一步 不用嘛 就算出来了 所以我说可以审视嘛 所以后面就数学 做完 就算出来 事实 OK 好来 看我 我现在呢 就照规矩做 我们把支点就放在这里 我一样带 合力等于0 向上等于向下 X加F等于向下60 合力级等于0 顺忠中等于逆时钟 如果这里是支点 谁顺忠中 60顺忠中对不对 所以就是40 所以就是40乘 60 逆时钟 谁是逆时钟 这个是逆时钟 对不对 120 等于120 乘以F 所以2400 等于120F 所以F等于多少 20 没有用 我不是要算F 我要算的是谁 X 所以带回去 X加上20等于60 X等于多少 40 OK的 你如果想把支点放在这个W2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就彻底要去解链立方程式了 那只是一个过程 可能简化一点 或麻烦一点 但是意思都一样 意思都一样 我刚刚跟你讲过了 我是尽力平衡 支点随便取都可以 看你挑哪里都好 没有关系 就随便挑 开心挑就好 OK吗 好来 等一下再说 问你这里 这里有很多 这个题目有很多的 变形什么之类 麻烦 敲敲板 一边放这个 一边放那个 然后板就不动 板重不济 敲地 最后是个支撑力了 地面对板值的支撑力多少 因为 我的 这里的B440 很重 会压到地上 所以这里会有个支撑力 我顺便告诉你 这里还有个支撑力 你压在这个支撑力 所以这里有个X 这里有个Y 我要求的是这个Y 不过没有关系 你就列式就好了 我讲过 然后支点 我讲过 随便你取 支点讲过 随便你取 什么取都可以 OK 你就一样 合力等于0 向上力等于向下力 第二个 合力取等于0 四十中力取等于 逆时中力取 这么困难的题目 也不会困难 这里没有什么题目是困难 来 找这位大帅哥叫做26 26是谁 我的嘴 微笑 保持微笑 你有答案吗 你要乱拆一个吗 你跟我说 你要拆B 需要你会拆对 来 谁受力 过了过了受力 敲打板受力 二传说就这样 来看看 来看 有一边逝时 有一边时 压在那个中间的支点上 有一个支撑力 压在地上 地上的支 我们刚刚讲过 压的时候 就会有个支撑力 正向力 对不对 还这样 我画出力图 以后呢 带路条件 什么条件 合力等于0 合力取 等于0 合力等于0 上等于下 x加y等于底下10加40 合力局等于0 对不起又来的就是了 要算力局需要谁啊 支点对不对 你才会有利弊啊 你才有利弊啊 你才有利弊啊 那谁当支点 谁都可以当支点 这上面的10那边可以当支点 40那边可以当支点 中间可以当支点 图上看起来是放在中间那个地方 那我现在就取中间这个地方 我现在为什么取中间 不是要图画在中间 是因为我需不需要算y啊 我不用算y啊 不用算y 那这里就没有利局啊 我可以审视啊 我放在y上面 好来 要40中等于逆时钟 谁40中 40是什么钟啊 谁逆时钟 10跟x对不对 敲板多长 随便 假设是L好了 假设是L 细节也不要管 老师老师 你要取那个什么角度啊 什么这样啊 不用 反正变化都一样 就是说就就就就棍子 L就就L 好 所以我们就设它棍子长是L 一边都是每边都是L 所以呢 L乘40 数字中利局 等于L乘10 逆时钟 L乘X逆时钟 然后加起来 然后数学 就30 你需要用到第一步吗 需要用到第一步吗 不用嘛 这就是为什么 我放在这里的原因 我可以审视嘛 我可以审视 我可以用不到原来那个方程式 但是假如人家两个都要你求 你还是要用到啊 他又要你求 所以答案就选了是C30 OK吗 OK